路上怎么会有树头人在骑车 这个画面让路过驾驶看了傻眼 仔细看 原来是机车骑士载于一颗盆栽 因为盆栽太高 树叶整个包住骑士的头部 远远看去 骑士的头完全消失 而他就这样子 载于盆栽沿着台一线一路南下 这样是蛮危险的 这样应该是要用车子载 远远看的话像什么 民众好奇的问 这样子看得到前面的路吗 只要一停红灯 骑士就把头外一边探路 而他为了看清前方道路 还不时把树叶拨开 显向还生 警方表示 机车负载物品 依照道路交通条例 高度不得超过驾驶人肩部 宽度不得超过把手外援10公分 长度从座位后部起 不得向前延伸 伸出身尾部分从后轮轴起 不得超过50公分 也不能载运梯子 而骑士载运盆栽挡视线 罚钱视小 要是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我是新华主 以来继续 谢谢综艺 中华报导 我是喜顾雅外 你订阅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不要忘记收看 华世新闻杂志哦 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